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们看一下如何来创建我们当前的Nurbs物体 我们把当前这个Nurbs物体打开 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是创建一个Nurbs的球体 我们可以点击创建 或者我们可以进入到当前它这里的一个设置 我们给它复位一下 我们现在来执行 创建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在我们当前窗口内呢 创建了一个我们这个Nurbs的一个球体 我们可以在创建之前呢 为当前这个Nurbs球体呢做一个预设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 当前默认第一个 它是一个曲轴点 曲轴点呢 也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坐标轴的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自定一个位置呢 或者是让它用我们当前机器里的一个默认一个设置 看一下 当我选择第二个选项的时候呢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为它呢设置一个曲轴点 我们可以将它的这个 呃 Y轴向呢设成一个20 看一下 我们再点击创建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球体在创建出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向上运动20个单位 这个呢是我们当前的一个曲轴点的一个设置 一个呢是默认设置 另一个呢是自定义的一个设置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当前第二个选项是我们的一个轴向 当前默认呢是一个Y轴向 我可以给它改成一个X轴向 看一下 当我给它改成一个0 我再改成X轴向 点击创建 看一下 这样的话 它创建的一个初始状态呢 也就是这个方向的 如果咱们改成一个Z轴向呢 我们再看一下 它呢就是冲着这个方向的 这个呢也就是说 它初始化 创建出来朝的一个朝向 这个呢是咱们当前的一个朝向 下面呢是我们当前 它的一个角度 一个是自定义的 另一个呢是一个默认的 我们看一下自定义的 咱们现在呢新建一个场景 例如说现在呢 我将当前 它的这个 这个轴向呢 我们给它做一个定义 比如说现在呢 我来定一个20 我现在点击创建 我们看一下 当前这个向呢 我们看不出什么变化来 我们给它移到旁边 然后在这个角度 给它来一个20 我们再看一下 点击创建 明显能感觉到 这两个轴向呢 发生了一个变化 它们朝的方向呢 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 它的一个自定义的一个轴向 这个呢是我们当前默认的一个轴向 我们可以通过它呢 来设定我们最开始创建球体的一个朝向 这个呢是我们当前这个选项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下面当前这个选项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当前的这个选项 它呢是控制我们这个 Norv球体的一个开始起始的一个角度 我们看一下 现在呢我把它设成一个90 我们现在创建一个球体 看一下 它就会在我们当前这个球体位置呢 切掉90度的一个角 看一下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当前后面这个值 当前他们两个呢是对应的 我再给他打一个90 我把它呢向右侧移动一下 我再点击看一下 它呢是一个结束的一个角度 这个呢是当前这两个值 一个是起始的 另一个呢是结束的 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在这个右侧通道栏呢 来对我们当前这个球体呢 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设置 看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他呢 来给他做一个打开 或者是一个闭合 这样的一个操作 当前下面这个数值呢 它是一个半径 我们可以控制当前这个球体的一个半径大小 比如说现在呢 我们给改成一个0.5 也就是说和原始的球体呢 我们改了一个一半 这改成一个360度 好了 然后咱们点击看一下 这个球体呢 它就是原先的一半 一半大小 半径的一半 这个呢是咱们当前的这个半径值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当前后面呢 是一个曲面的一个度数 看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他呢 来切换当前这两种创建方式 首先呢 咱们看一下当前的第一种 我们点击创建 看一下 它创建出来的这个球体呢 和我们之前这个球体呢 是有些区别的 看一下 我们在选择默认情况下 再创建看一下 他们表面一个是像这种比较平滑的 另一个呢 是比较冷冷角角鲜明的 这种感觉 这个呢 是当前这两种创建的方式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当前的这个呢 是一个 一个公差值 也就是说 他们当前创建的一个公差值 我们可以通过他呢 也是来调整我们创建这个 Nurbs球体的一个方式 首先呢 咱们换成默认情况下 我们来创建一个球体 看一下 它呢 是一个像这种正常的这种球体 我们可以通过他呢 选择第二种方式呢 我们来创建一个 点击看一下 第二球体呢 他就明显的面数啊 要比我们之前这个要多 段数呢 要多 我这个数值越大 他也就是表面这个曲线呢 他也就会越少 再点击看一下 明显能感觉到这个数值 这个表面这个线呢 就变得更少了 如果把这个数值加大 他还会变得更少 再看一下 像这样 这个呢 是咱们当前的这种创建方式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第三种 我们可以点击创建看一下 他呢 也会生成像这样的曲线 他呢 是自动 自动进行生成的 这个呢 是咱们当前的这个 Nobus物体的一个创建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当前在这个Nobus物体下面呢 是一个合资物体的一个创建 他的这个创建方式呢 和我们之前的这个呢 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通过在这个 属性栏下进行一个前期的一个设置 或者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菜单栏 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呢 也可以做一个后期的一个设定 这个呢 都是可以的 例如说现在呢 我们为这个球体 简单 创建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球体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默认值啊 恢复成这个reset默认设置 好了 然后我们点击创建 看一下 M5键显示尸体 我们可以在右侧通道栏呢 来对他呢 进行一个半径的一个缩放 或者是呢 对他的这个开口闭口 起始开口和结束闭口 像这样的一个设置 然后呢 也可以为他做像这样的一个切换 或者呢 可以为他呢 做UV段数的一个区分 这样的都是可以的 这个呢 是我们当前的这个右侧通道栏 来进行对当前球体的一个设置 我们可以在右侧呢 也可以 我们可以在这个Nurve物体啊 也可以创建这个合作物体 来对这个合作物体呢 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设置 都是可以的 看一下 可以为他呢 做一些设置 或者是呢 我们来创建这个圆柱体 看一下 五件 创建这个圆柱体 我们可以为这个圆柱体呢 来设置 半径 还有呢 他起始和结束的这个 边 还有呢 创建方式 段数 像这样 都可以呢 给他做一个设置 这个呢 是高矮 我们也可以在 前期呢 来给他调解当前这里面的一些数值 和我们之前讲解的呢 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咱们当前Nurve物体里面的一些属性呢 都是一样的 然后咱们再看 当前他呢 是一个圆锥体 这个圆锥体呢 后面呢 也是有一些属性 一个半径值 还有呢 是他当前的一个起始和结束的一个 像开口一样的一个设置 分段数 还有高的这个段数 然后呢 这个是他的一个高矮 但是前提呢 我们如果对这个物体呢 做更改的话 我们就不可以来调解当前他的这个数值了 比如说现在呢 我来对这个物体的点 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更改 像这样 然后呢 我看一下 我再来对这个物体的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设置 这样的话 这个物体它就会变形 所以说呢 如果你想对这个物体呢 进行分段和重新设置的话 我们一定不要 更改我们物体上的点 一定要采用我们机器的默认设置 再看这个呢 是一个平面 我可以对这个平面进行一个UV的一个分段 还可以对他的一个宽和高呢 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设置 长和宽 这个呢 是当前的这个平面 再往下看 还有一些形状 比如说我们当前这个圆环 也是半径 还有呢 它这个起始和结束 下面呢 是一个段数 分别它每一个位置的一个段数 这个呢 是它整个这个环的一个粗细 这个呢 是它像这样的一个设置 我们可以通过它呢 来调整我们这个一个具体一个形状 看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当前这个圆环物体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当前它这里还有Nobus曲线 看一下 我们可以为这个曲线呢 来设置 半径 还有呢 它的这个长短 我们通过这个角度来设置 它当前这个长短 还有呢 它的一些上面的点 当前上面有些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这样的一个点 我们也可以为它呢 做一个设置 比如说咱们设成一个 五 它上面呢 就有五个点 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设置 这个呢 是一个圆环 咱们再往下看 下面的是一个方形 这个方形呢 它是分开的 这个呢 是一个方形 我们也可以切换 当前它的一个创建方式 看一下 如果勾选当前这个选项的话呢 我来创建的物体呢 是拖拽式创建 看一下 当我点击物体 是拖拽式方形 如果我把这个选项去掉的话 我们来点击 是点击式创建 也就是说 当前这个选项呢 是我们来切换物体的一个创建方式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当前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呢 是一个连续创建的一个选项 当我把它去掉的时候 看一下 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桌面呢 进行一个像这样连续的一个创建 而不是说创建完成一创建完成之后呢 就不能进行创建了 当我勾选它的时候呢 只能创建一次 这个呢 是当前咱们的这个选项 好了 咱们这期课呢 就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